所以说对投资者来讲提供一个长期投资的机会 那么至于像农行的股改完成 其实也反映出汇金增持三大行的这样一个目的 其实前段时间汇金在二级市场增持 公中建三大行的这样一个二级市场的股判断 也可以反映出未来可能国有银行的这种上市的步伐 改革的步伐会进一步的加快 所以说我的判断是 目前虽然经济周期还是处于下行状态 银行可能会面临明年还是会有一种压力 但是随着股价估值不断的下跌之后 长期的投资价值 只要中国经济能够稳定保持在8%以上的增长的话 那么银行股的长期价值可能还会逐步体现出来 那么机会已经增持三大行之后 这个华夏银行之外 还有哪些银行您认为会复后城呢 应该说从目前除了三大行以外 一些中小银行像北京银行 招商银行这类银行应该说 基本面跟未来发展的前景都非常 再见 谢谢观看